大家好 这一期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一段时间让红掌最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 而且这个问题会影响到红掌的开花量 那么就是底部长一些侧芽 因为红掌它是长一片叶就开一杆花的 如果底部的这些地方长太多的侧芽出来 那么就会影响到红掌主干的长叶的数量 那么底下的这些芽太多养分又消耗过度 就会影响到主干这个地方长叶长花芽 所以这段时间因为进入秋季是长新芽的一个季节 我们必须要适当的给它处理掉一些小侧芽 像底部这些小侧芽我们最好给它处理掉 我们处理的方法大家要把握好 最好是给它挖一下出来 把它里面的根也给它拔出来 像这一种把这些根给它拔出来 如果我们不把这些根拔出来的话 很快它又会重新长一颗新芽出来 那么这样的话就循环的长根出来 就会消耗过度的养分 大家看到没有 像这种小侧芽长出来 它是带根的 那么像这种带根的小侧芽 我们也可以重新栽种 我们把这些小侧芽处理完成之后 为了预防伤口被感染 最好是使用戴森猛芯对水 按照1比1000的比例 给它浇灌一次土壤 同时给它喷湿一片根部位置 不要给它受到吸菌的感染 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安全了 同时这段时间施肥的话 建议大家选用一些高龄高甲的肥料 比如说花多多二号 因为花多多二号主要是红掌开花这段时间来使用的 同时它也是用来触发的 那么它的灵甲元素会偏高一点 那么它的氮元素就会偏低一点 这样的话有利于触发它长新芽 那么氮元素也不缺 也能保证这个芯叶的生长 同时这段时间我们也要适当的给它控一下水 等这个土壤干透一点再给它浇水 这样的话就可以避免它长太多的新芽出来 好了 这就是这段时间养护红掌的一点小技巧 我们下期再见